今天做蝦仁炒蛋 急凍蝦解凍 用盐 胡椒粉 不斷叶一叶 切成葱粒 4个蛋 完成 鸡蛋 不斷叶发 不要发得太均匀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发均匀也可以 没什么所谓 现在发不均匀 就有些白色的东西 好了 接着就 做到蝦 熟了先 做到蝦全熟了 不要说 留下一些炒蛋 慢慢做熟 因为蝦仁炒蛋滑 要滑的就 兜几兜 热力就不会传到到蝦上 所以 现在要全熟 好 蝦之前 避一避水 放下去 放下去 现在一只蝦 大大一只 靓靓仔 当然未熟 收缩了 肉酸酸 就应该做了 好 现在的雪虾很好 超级似层的雪虾 爽口 小粒 好 好 好 接着 大家喜欢洗的黄油也可以 不洗也可以 如果骚髒只要洗过 好 拜拜 何時開大火開慢火呢 自己決定 加上蔥粒 覺得火不夠就開大一點 你說怎麼炒呢 不是炒的 盆盆盆盆就可以了 搞定了 真的很滑的 不是開玩笑 蛋白還在 所以你說如果蝦不煮熟 留在現在煮 分分鐘蝦會生的 好開餐 接著 判斌